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根据美国主流媒体报道 3月6日 一名中国公民在位于其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被美国司法部逮捕 随后被指控在为两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秘密工作时窃取谷歌人工智能项目的商业机密 根据起诉书的内容 被捕的中国公民系38岁的丁林伟 他在2019年加入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 其任内职责包括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软件 得益于其职务之变 在授品期间 丁获得了访问谷歌机密信息的权限 这些信息涉及硬件基础设施 软件平台以及他们支持的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程序 2022年5月21日 丁开始将商业机密复制到个人Google Cloud的账户上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 丁林伟上传了500多个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 并开始为两家中国AI科技初创公司秘密工作 其中一家是他自己创办的 2022年6月13日左右 丁已被任命为某AI公司首席技术官 2022年10月29日 前往中国 并在那里逗留至2023年3月25日 在此期间 他参加了为新公司筹集资金的投资者会议 潜在投资者被告知丁是新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丁拥有该公司20%的股票 此外 丁还在谷歌不知情的情况下 创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科技公司 并担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与此同时 他还申请了中国的初创企业孵化计划 并在2023年11月24日 在投资者会议上高调介绍了他的公司 会议上他声称 我们有谷歌万卡算力平台的经验 我们只需复制升级 然后进一步开发出适合国情的算力平台 法庭文件显示 2023年12月 谷歌收到他上传文件的警报 一名内部调查员还曾与他对质 起诉书中还提到 同一周 并让一名谷歌同事使用他的门件徽章进入谷歌大楼 造成他人还在美国的假象 但实际上他购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单程机票 根据法庭记录 丁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向经理发出了辞职信 公司很快就获悉了他在投资者会议上的演讲 联邦调查局接到警报并获得搜查令 对丁的房屋和Google Cloud的账户进行搜查 目前 丁林伟面临四项联邦盗窃商业机密罪名 如果罪名均成立将面临最高40年监禁 以及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 据沃泰华警方称 周三深夜该是巴黑文地区移动民宅内发生大规模杀戮事件 导致6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成人和4名儿童 沃泰华警方周四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其中5名受害者都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一个新移民家庭 包括一名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 35岁的母亲 7岁的儿子 4岁的女儿 以及两个月大的女儿 孩子们的父亲幸存了下来 但受了重伤 目前仍在医院 情况稳定 警方透露 这个家庭最小的女儿出生在加拿大 并暗示家庭成员到达的时间不同 第6名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性 American Newbyundes Jigmini Amor Kun 是这家人的熟人 案发时住在这个房子里 警方证实 凶手是一名19岁的男留学生 Fabriel Dezoisa 同样来自斯里兰卡 也是这个家庭的熟人 并住在这个房子里 他已经被警方逮捕 并被指控6项一级谋杀罪和1项谋杀未遂罪 据报道 警方在周三晚上10点50分左右 接到报警电话后 赶到位于Barrigan Drive的一栋连排别墅 紧急救援人员在房屋内发现6人当场死亡 其中最小的一名婴儿还不到三个月大 另外还有一人受伤 并被送往医院 凶杀现场位于Barrigan Drive和Longfield Drive附近 靠近两所学校 警方最初在接受CBC的采访中 称这起事件为大规模枪击事件 但随后纠正了这一说法 称这起事件并非强击 在周四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警方证实凶器是类似刀锋锋利武器 Costco正在仓库内严查非会员购物者 有报道称 他们现在把目光投向了美食广场 在以后非会员可能再也无法买到Costco标志性的1.5元热狗套餐了 目前你是否可以在没有会员卡的情况下 在Costco美食广场就餐似乎因地点而异 但预计这家量饭是巨头将很快打击这一行为 就在几天前一名Reddit的用户发布了一张照片 其中显示奥兰多的一家Costco出现了一个公告牌 警告美食广场的顾客 他们很快将需要会员卡才能购买食物 公告写道 从2024年4月8日起 在我们的美食广场购物需要一张有效的Costco会员卡 你今天就可以加入 详情请到我们的会员柜台查询 一些用户在评论中指出 在美食广场就餐一直需要会员卡 但这一政策并不总是得到执行 一人写道 我很确定这是强制性的 只是以前没有强制执行 据报道 华盛顿特区的Costco美食广场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公告称 美食广场将禁止那些只是来吃东西 而不是在店里购物的人进入 过去一年里 不断有Costco严查会员的消息传出 最近 该公司已开始试点一项新政策 要求购物者扫描会员卡才能进入 这激怒了不少顾客 在以房价高闻名的加州 在普通中产买房都吃力的今天 加州的民主党议员正在提出一项新法案 让非法移民也可享受政府提供的20%购房款 而且还是免息的 提出该法案的是来自Fresno的民主党议员 他在上个月提出了AB1840法案 要求扩大加州梦共享增值贷款计划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Shared Appreciation Loan 明确规定将非法移民也纳入其中 2023年3月 加州启动了加州梦共享增值贷款计划 为符合资格的中低收入人群 发放20%的购房首付款 该计划在短短11天就被挤爆 据称有2300人符合要求 这笔钱是几乎是无偿赠送的 一旦购房者日后出售房屋 他们将被要求偿还20%的援助 再加上房屋增值的20% 如果出售了房屋但其价值没有增长 那只需偿还最初20%的贷款 如果一辈子不卖房的话 那么这笔钱就永远不用偿还 今年 加州政府将于4月再次实施 加州梦共享增值贷款计划 去年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获得援助 今年采用抽签的方式 抽出1700至2000名幸运儿 在60天内使用 每人获赠的金额最高为15万美元 或者房价的20% 阿安布勒表示 最初的计划是为了帮助中低收入 个人买房而设立的 但该计划并没有解决 基于移民身份的资格问题 他说 对于无证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种模糊性 尽管他们符合现有标准 例如拥有合格的抵押贷款 历史上 拥有住房一直是美国积累代际财富的主要手段 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拥有住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并由州长签署 将于2025年生效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周三发布了安全警告 称在美国发现了更多遭到牵污染的肉桂产品 根据公告被发现含铅的肉桂粉产品有 La Superior Super Mercados超市出售的La Fiesta品牌 Civallot出售的Markum品牌 双幅超市出售的MK品牌 Patel Brothers出售的SWAT品牌 Dollar Tree和Family Dollar出售的Supreme Tradition品牌 以及La Joy Mollensi出售的Eli Chandler品牌 FDA表示 人们不应该使用销售或提供这些肉桂粉产品 应该立即将之丢弃 此前 总部位于佛州的Wanabana USA公司 召回了受牵污染的肉桂苹果泥 截至2月23日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收到来自44个州的468起 与这些儿童果泥有关的牵中毒报告 包括确诊和疑似病例 许多病人都是年幼儿童 卫生机构经调查确认 肉桂可能是这些果泥中牵污染的来源 在召回之后 FDA开始对打折超市货架上销售的肉桂粉产品 进行牵污染取压 目前尚不清楚 FDA周三公布的受污染产品 是否来自Wanabana的同一家供应商 FDA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该机构表示 这些产品的保质期很长 目前尚无与这些调味品有关的疾病或不良事件的报道 最后